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,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,无产阶级革命家,曾担任党科国家重要领导职务的华国锋同志的遗体,今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。 华国锋同志因病医治无效,于2008年8月20号12时50分,在北京逝世,享年87岁。 三十一号上午的八宝山革命公墓东礼堂,庄严肃木,哀乐低回。 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地白字的横幅,沉痛悼念华国锋同志。 横幅下方是华国锋同志的遗体,安卧在鲜花翠白丛中,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。 上午九时许,胡锦涛 江泽民 吴邦国 温家宝 温家宝 贾庆龄 李长春 习近平 李克强 贺国强 周永康等 在哀乐声中,缓步来到华国锋同志的遗体前,肃力莫哀,向华国锋同志的遗体三鞠躬,并与家属一一握手,表示慰问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华国锋同志 华国锋同志并重器件和逝世后 胡锦涛 胡锦涛 江泽民 吴邦国 温家宝 贾庆龄 李长春 习近平 李克强 贺国强 周永康等 前往医院看望 或通过各种形式对华国锋同志的逝世,表示沉痛哀悼,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。 中共中央办公厅 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全国政协办公厅 中央军委办公厅 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 以及华国锋同志的生前友好和家乡的代表也前往送别。